作者 旺宇 由丧子为您播讲 咱们接着讲《凡人修仙传》第10085集 轰隆隆的一阵巨响 一片红色的霞光从魔兽前肢中一卷而出 然后一凝化作了一只赤红色的巨爪 冲着前方光幕狠狠地一抓而下 此爪也真是不同一般的玄弓变化 尚未抓实 破空声目然大作 竖道持续长的鸿芒一闪 一下从巨爪上冒出 嘶啦一声啊 赤红巨爪一下就把大片青色光幕一抓而破了 但是光幕后边呢 却出现了一片黑幽幽的虚空 仿佛深不可测的样子 赤红巨爪毫无犹豫地再次一挥 树道爪芒立刻一闪地往虚空中斩去 青光大放 原本空无一物的虚空中 突然现出朵朵的青莲来 密密麻麻 只是几个闪动间呢 就遍布整个虚空 红芒一斩入其中 顿时被淹没进其中了 剧除一见此景 脸上一惊 但马上法觉一催 顿时那只赤红巨爪 体积一下狂掌数倍 随即一声嗡鸣之下 一下爆裂开来 一轮红灿灿的光晕浮现出来 并发出雷鸣般巨响的狂散而开 瞬间的功夫化为了十余杖之巨 附近青莲一接触此光晕呢 竟纷纷地化为一股股青烟 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这红晕竟然霸道如斯 并滴溜溜一转之下 往前方一飞 就要将青莲一闪全灭的样子 但就在这时候 红晕上空银焰一闪 一只持许大的银色火鸟 熊熊闪现 双翅一展之下 一头扎进了下方的红光当中 红晕通体一颤 一阵怪异的噼啪声 从中心处传出 随之光音就以惊人的速度 诡异地缩小起来 片刻的功夫之后 光晕就缩小到了数尺大小 并红光最终一散 再次献出了那只银色火鸟 此火鸟把残余的红光一吸而入 就得意洋洋的阳静一声清明 但马上喷的一声化作点点银焰 消失不见了 下方的巨厨见此 面上献出大怒之色 口中嘀吼声再次发出 慕然背后那对漆黑如墨的赤翼 猛然地一扇 顿时一股漆黑的魔风凭空 在附近一吹浮现 并围着此魔兽旋转大变起来 只是几个闪动化作一股飓风 狂暴异常起来 而与此同时 巨厨口中念念有词 身上一下浮现出滚滚的火焰 风界火势 火界风力 二者竟不可思议地相融为一体 化为了一股黑红色的烽火之柱 冲天而起 巨厨还不仅仅如此呢 在口中咒吼声戛然一断的情况下呀 忽然一张嘴 一口紫萌萌的飞剑喷射出来 此飞剑只是一晃 就化为了密密麻麻的巴掌大的搏刃 纷纷一闪 没入到风柱当中 顿时 风柱中尖鸣声大起 表面目然浮现出无数道紫芒来 并以惊人的速度快速变粗 似乎每一秒过去 烽火之柱都变粗一圈 声势是惊人之急 不过就在这时候 寒历那边却是另外一番景象了 只见他正单手掐掘 催动整座春梨剑阵 而剑阵外 正有无数的五色光点汇集而来 密密麻麻 拼命地往青色光幕中狂涌而进 附近天空中 天地元气所化五色之光 正是遍布整个天空 一眼望不到尽头 韩丽竟然不知何时 把附近的天地元气都尽量地调集过来 并在此时 目光中寒芒一闪 猛然一催剑阵 剑阵中诡异的一幕出现了 只见高空光幕中略微一模糊下 木然地倒吊出冒出了一颗 藤蔓状的植物 此物刚刚出现 不过数寸大小 但片刻的功夫长至了丈许之长 并且藤条飞快的弯曲 开花结果 凝结出了一只翠绿玉滴的小葫芦 就在这时候 四周光幕中一芒一阵流转 幻化出无数朵青莲来 莲花同时绽放 并一颤地喷出了一道道寸许长的剑影 一闪之下 纷纷没入葫芦中 不见了 葫芦的表面 木然浮现了一道青色剑痕 奇弹无比 但马上大量的五色光霞从光幕中浮现而出 并往下沿着藤蔓一卷 纷纷注入到葫芦当中 剑痕一下变得清晰异常 并闪动起五色的光芒来 这竟是春梨剑阵的杀手锏 元气之剑 这种大神通 必须大量的天地元气的供给 才勉强地能施展出来 古尔他刚一开始的时候 并未催动春梨剑阵这拿手幻术 而是一心用神念调动附近的天地元气 为己用 原本他已经做好了 被对方夺取部分天地元气的操控之权 但却没有想到 对方只是专心准备自己的神通 根本未对此出手 如此一来 元气之剑顺利地凝结而成 并仍在不停地吸取外面的天地元气 以保证微能在飞快地增长 剧除 感应到了 剑阵外的天地元气浓厚 并亲眼目睹了空中发生的诡异的一幕 心中也有些骇然了 不过他借此良机 也把秘术准备完毕 故而一声低贺出口 并从高空中先一步凝重的一点 但就在这个时候啊 突然从高空中传出了 韩丽一句淡淡的 斩子 这葫芦一个调转 口中光芒一阵的流转下 一闪地喷出一口光剑来 持续来场 五色灵光闪动不定 五色光剑一动 冲着下方徐徐一落 剧除暗叫一声不好 身旁黑红风光柱 轰的一声先一步冲着空中一卷而去 烽火之力所过之处 空气扭曲 嗡鸣声大响 仿佛连虚空都一丝而开 只是一闪 就将五色光剑卷入了其中 此盲狂闪之下 里边传出了惊人的轰鸣 连剑阵所化的光幕 都剧烈颤抖起来 似乎随时能碎裂而开 剧除神色一松 不禁露出一丝笑容来 在他看来啊 这几乎挖掘了副身 剧除所有的潜能 并借助梅雨间的灵珠微能 施展的融合大神通啊 绝不是这么眼下一个剑阵 能够抵挡的 就是他本体面对此招 也多半会暂避其锋芒 不过剧除脸上的笑容 方一露出 烽火之力中 木然传出一声 龙吟般的清明 接着 黑红火柱突然诡异的一分 五色灵光闪动之下 里边一口丈许长的巨剑 浮现而出 光滑一闪 巨剑一颤 发出了一声嗡鸣来 附近的烽火之力 仿佛遇到什么 不可思议的力量 竟发出了怪异嗡声 纷纷四散逃开 将巨剑彻底地露出来 五色巨剑 却在此时滴溜溜的一转 对准着巨厨轻轻一展 无声无息 看似丝毫威力也没有 但是巨厨眉宇间的灰色圆珠 砰的一声 突然间碎裂开来 巨厨木然发出一声 凄厉的尖叫 不可能 紧闭的双目 竟一下正开了开来 眼珠鲜红似血 隐隐有血液流淌而出 但是下一刻 此魔头 头颅 连同巨大身躯啊 丝毫征兆都没有的 一分为二 一股赤红色的火焰 从被斩的肉身中 狂涌而出 化作一片赤红火海 而巨厨蚕尸 仿佛瞬间风化了一般 一下在火焰中 化作两股灰白烟尘 从天地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这被附身巨厨 在元气之剑微能下 竟无妨挡住一盏 连元神呢 都没能逃出分毫 上空清光一闪 寒厉的身形 在剑阵中浮现出来 望着下方熊熊燃烧的烈焰 轻叹了一口气 啊 接触天地之力 果然不是普通秘书可比 当初面对那魔源时 若不是身处魔气通道中 无法具足足够的天地元气 否则用这元气之剑 应该也能斩杀此魔 而无需动有玄天之宝 让法相亏损了 寒厉自言自语地说完这几句话 脸上现出遗憾之色 但目光中蓝芒一闪之下呀 向火海中仔细地望了一眼 突然围梢一挑 单手一抓 嗖的一声 从这火海中飞射出来一雾 只是几个闪动 就被他射到了手里 却是一个淡蓝色的带子 表面明印着数种不同的符文 闪闪发光 似乎不是凡物 寒厉献出一丝惊讶 有些不大肯定 嗯 橱袋 他略意沉吟 抓着带子的手掌 突然变得漆黑如墨 同时片片灰霞 从手心喷出 一下把带子裹得严严实实 接着再单手一扬 一道青色法像 飞射而出 一闪即逝地没入带中 蓝色带子顿时一阵地乱晃 带口灵光一闪 徐徐地打开了 哼的一声啊 一团蓝光从里边激射而出 一闪之下就要破空离去的样子 但是韩丽早就有所防备 哪能真让他顿掉啊 只见他一声冷哼 灰色霞光 猛然一掌地反卷过去 一下把那蓝色光照 照在了其中 灰霞蓝芒 一阵交织之下 顿时光团现出了圆形来 竟是一颗 晶莹剔透 蓝光萌萌的圆珠 拇指大小 表面一芒流转 仿佛琉璃之物 韩丽的神念芒 上面一扫 有些意外了 这是 内丹 不对 但好像也不是法器 韩丽抬手把圆珠吸了过来 用两根手指一夹 放到眼前看了一遍 却一时无法确定 他来历的样子 算了 以后再仔细研究一下 现在 先尽快离开此地再说吧 韩丽稍微一思量 单手一翻转 取出个浴盒 把珠子放入其中 然后他望了望下方的赤红火焰 神色位置一动 也不见他有任何异常举动 空中的青色光幕啊 慕然间 荧光一闪 士灵火鸟一冲而出 一头扎进了火海之中 熊熊火焰 瞬间功夫被士灵火鸟一吸而尽 随后他欢喜得阳静一声清明 双翅一盏地冲向了韩丽 没入其身躯之中 而韩丽两手一掐绝 漫天青色光幕一脸 现出了漫天青莲来 而这些青色莲花微微一转 重新幻化作七十二口青色小剑 韩丽身形一动 化为了一道青蒙蒙的金红 在空中一阵飞舞 众飞剑顿时被一收而空 随后顿光丝毫不停 直奔天边鸡舍顿走 只是几个闪动 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就在韩丽击杀巨厨的同时 在摩金山脉某座大山 深处的一座雄伟宫殿中 一名正和其他人 二人并肩站立在一起 游望着不远处 一座乌黑大门的青袍男子 突然脸色一变 神色变得难看异常 旁边一个血袍人 一件男子的样子 开口问了一句 怎么 铁兄有什么事吗 没什么 我的一个继父化身 被毁了 青袍男子倒没有隐瞒之意 缓缓地说道 什么 另外一个浑身荧光闪闪 面容儒雅的老者 目光闪过一芒地问道 祭父化身 就是铁兄用魔骨珠炼制的那句化身吗 多眼兄倒是对铁某的神通了解甚多呀 青袍男子似乎对老者并不怎么顺眼 黑黑一笑地回答 今天呢就讲到这里 下一集中 桑子将继续为您播讲 凡人修仙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接下来